大家好,我是Fer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咱们长尾针的起针方法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种起针方法 两种方法都是起长尾针的起针方法 一种是用手搭针,左手持线 另一种是用左手拿针,右手持线 下面咱们来先学习这个 右手拿针,左手持线 这样右手拿针,左手把两个线撑开 线搭到这个针上 然后拇指绕圈 针从拇指这个圈里通过 把食指这个线勾过来 通过这拇指这个圈 这样咱们就起好了一针 这样算咱们搭线这一针就是两针 咱们再看一遍 拇指绕线 然后咱们针从拇指这个针圈的底部 这个位置通过 然后把食指这个线勾过来 通过这个针圈 然后放线 把线拉紧 好,这样就一针起好了 通常呢,我都会 在我的编织里啊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一个起针方法 大家学会以后呢 跟我学习 编织就方便了啊 拇指绕线 针从拇指这个线圈通过 把食指这个线勾过来 然后拇指把线拉撑紧 好,这样呢,就起好了一针 这就是呢,长尾针用右手拿针左手持线的方法 下面呢,我们再学习一下 用左手拿针 用右手持线的方法 方法是同样的啊 左手拿针 右手把线两个线撑开 还是 把针挂在这个 把线挂到针上啊 用手按压一下也行 然后拇指把线绕成一个圈 然后从拇指这个位置 这个针圈这个块通过 然后把食指这个线 从拇指这针圈再勾回来 这样呢,咱们把线撑紧 这样一针就起好了 算这个大线的这一针呢,就两针 然后继续 拇指绕线 针从拇指这个针圈这个位置通过 然后把食指撑了 撑在食指上的这个线勾过来 好,然后拇指把这个线撑紧 这一针就起好了 然后同样的方法 咱们重复这样去支 这就是肠尾针用左手拿针 右手持线的起针方法 学会了这两种方法呢 也非常好啊 适合咱们搓板针 片织 片织的时候呢 搓板针就用 左手拿针,右手拿线 如果是圈织呢 就用右手拿针,左手拿线啊 这个方法都可以 适合搓板针 或者是呢 单路纹针用这个方法也都是可以的啊 大家学会了非常方便 大家学一学吧